那现在呢春天来的好多的花儿呢都想播种啊 玩一些个小播种 今天呢咱们也从网上淘了两份种子 一个呢是这个勋章局 还有一个是楼斗菜 就是咱们那天说的那个爆洗脚嘛 就那个去逛市场的时候 那有的话说老花姨你怎么不卖种子呢 其实关于种子这一块呢 很多的话有可能不太了解啊 关于卖一些种子的话 它需要很多的一些个手续的 像我们的话就不能乱卖的 咱们拿到这两种花以后呢 咱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先给它打开一下看看种子 是不是很完整 咱们先打开看看 这种子不便宜了 这合到6块钱一袋 肯定啊 它肯定人家都是赚钱的 咱们先看看里边是什么样 种子呢 我以为没有种子在这呢 在这呢在这呢 种子的一个颗粒度都很饱满啊 种子的一个颗粒度都很饱满 好 再看看另外一步 我怎么捏的哪儿都有种子 我怕剪的时候把种子都剪坏了 花耳门也注意一下 有很多花耳一剪的时候 种子到处乱跑 你给它空到一边去 我说怎么弄弄弄弄 你这个种子上面全都是毛 看到没 这个种子上面全部都是毛 这个种子还行啊 这个种子多 咱们在播种之前啊 教给大家一个 发芽率高的一个小技巧 咱们把两张纸巾这种垫到下面 之后呢 把咱们的种子 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均匀的撒到上面 那咱们呢 喷上水 喷上水之后呢 把这个给它盖上 就简单的是这种感觉 然后呢 咱们放到一个温润的地方 放 放它一修 或者说您可以进种啊 因为咱们 这个种子比较轻 如果说浸泡的话呢 容易一下就飘走了 所以说呢 我采取的是这个方法 花耳门也可以借鉴一下 这样的话会增加它的一个出芽率 增加它一个播种的一个成功率 放到一个温暖一点的地方 有的话说放多久 这个放一天左右吧 就是二十来个小时 大家都知道啊 吸水会膨胀 大部分的种子呢 都具备一种破壳的能力了 接下来呢 就保持一个潮湿 放到一个暖和的一个地方 尽量的别超过三十五度 就是二十来度就行了 也可以放到太阳底下 就稍微暖和一点地方 这么给它晒一晒 同样的 这个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然后呢 咱们为了方便于它的一个储存 咱们就放到这个 它来的钱的这个塑料袋里边 一个是保温 再一个呢 是保湿 给它扔到里边 明天的时候再来拍这个 泡了一晚上 看一下整个怎么样了 没事跟小芝麻一样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就给它入盆哈 那今天呢 咱们就用一个 大家最喜欢的这种 瓷盆和瓦罐盆去种吧 以前的时候老师有的话说 老花姨 你这些花是不是不用塑料盆的 种不活 不是那么个事能种活 你看到下面有个眼儿 很多话说老花姨漏土怎么办 你得找个纸巾 找个那种 湿巾都可以给它垫上 这个对咱们来说不存在啊 我找点逃力去 有话说 你看你的洞那么小 它不会往下掉吗 你那是放的少 你放的多了 它也不掉 你看见没 它有一个物理作用 压着就行了 掉俩 掉俩 掉不完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往下面加入一些底土 关键点来了 你知道吗 小魂 看到 什么是关键点 整一点 咱们家这个土 把这个细的这种 看到没 看到没 细的这个 好多的话我说这个细的没用 咱们没用 你看这个细的这不就中上用了吗 看到没 这个比较细的 撒到图表 别太厚了 太厚了 它拱不出来了 稍微一样一样 那这一个浇水 大家就要适当的注意了 要日常的时候 经常的去喷水 给它保湿 一定要喷透 你不要嫌烦 要这么喷喷喷喷 一直给它喷透为止 后期也是这样 不能嫌烦 得经常给它喷水保湿 喷水保湿 每天保湿潮湿 等到它长出来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正常的去浇水了 那另外这一盆呢 也是如法炮制啊 时间关系 咱就不给大家再视力的一个操作了 这样的话呢 会增加它的一个 出芽的一个几率 有话说 后期施肥怎么办 后期施肥的话 等到长到六个叶片左右的时候 大家再薄肥勤湿就可以了 好吧 一边关于一个春季播种的 一个小的一个教学 分享给了大家 另外呢 这种时期有的话 我还会问啊 晒不晒光照 这个是可以晒的 就是避免强光的猛晒 可能广东那边的花肉呢 就是光照会比较辣 就是避免一下那种 像我们现在这种光照 都可以晒一晒的 这个没事 但是如果说一点光照都没有的话 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那个苗子会长得很瘦 就像咱们之前养的那个醋姜草 它冬到西外的不好看 肥料就别急着用 别急着用 肥料不用着急用 因为土本身有那些养肺 包括它种子本身的养肺 足够它长成一个小秒秒的 包种的教学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如果还有其他养活问题呢 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活最转一 白了 我都没看过 Craig 有请 film